87版《红楼梦庙玉》的美照 第一章气质美如了 第四章与宝钗的何言 庙玉是《红楼梦》中着重描写的一位家人 曹雪芹并不讨厌庙玉 对其还怀有侧眼之心 庙玉虽出家为党 但由于出身在官宦之家 因此私藏很多价值不菲的温物古董 可以说 庙玉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的戏份非常少 真正写到她的一次就是在第四十一回的龙翠安品尝 铜公也就一千多字的描述 她的长相和财气毫不顺色于林黛玉 气质美如蓝 才华富必香 性格难免有些孤傲 现在来一组八十七版《红楼梦》庙玉的美照 一组见证这位孤傲亲吻的家人 庙玉连幼因身体多病缠入 而归依佛门 而戴发修行 此外 庙玉非常讲究喝茶 冬天会将梅花锐上沾到梅花香味的雪草下来 放在屋里埋藏好几年 再用这个水烹茶 而且喝的杯子也是孤独 最重要一点 庙玉就杰皮 有一天刘老了来 因口可随意的拿起茶便喝 庙玉就把其用过的杯子扔掉 后还是贾宝玉劝说下 送给了刘老了 庙玉也一心要撇清跟宝玉的关系 却还要单送她一枝红枚 以及在宝玉生日里又送给她拜铁 所以西春才说到 玉虽然洁净 毕竟沉缘未断 庙玉也一直认为 自己所用东西是最精致 也是最美的 最为洁净的 却自身落入最肮脏 最粗暴的境地 真真是可怜金玉智 中线闹泥中 令人惋惜不已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今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